流水账的过一下今年的电视剧番剧综艺和纪录片 只盘点今年上线的像是我看了全机的破产姐妹 这种就不介绍了 如果大家有看得上的可以在马上到来的假期里看看 先说这些呢是因为电影还有几部想看的没有上映 而这些因为太长了 所以我肯定是不会再开心坑的了 首先讲讲电视剧 今年看的电视剧不是很多 因为时间有限有正硬性的与虑不看 另外没有追完的呢我也会说一下原因 汪达幻市 迪士尼开年第一部 不差但确实是虎头蛇尾了 我是一个对MCU略知一二的普通粉丝 特别细的彩蛋呢也发现不了 属于来都来了 看个热闹的心态 这部剧的前期确实是可以的 不管是形式还是在伏笔的编布上 都是非常的出色的 但是到了后期 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现实世界汪达看到了被肢解的幻视那块 之后就又回到了MCU一贯的尿性 铺天盖地的粒子特效 毫无创意 完全没有那种初看超音片时的欣喜 和被创造力所折服的心态了 漫威的早期不管是X战警 还是蜘蛛侠 还是MCU的开篇之座钢铁侠 三巨头的第一部 其实都是非常独立创新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从复联开始 为了MCU牺牲掉了太多创新的部分 不求更好 只求不错 这对创作来说是致命的 汪达幻市和今年上映的所有漫威电影电视剧一样 想要飞得更高 但都被一根名为MCU的绳子 拴住了手脚放不开 所以这部电视剧其实我大结局都忘得差不多了 要不是我看了眼记录 我都怀疑这部剧我有没有看完 插播一下 这里是后期的青小巷 我说它无聊只是事效上 后期的例子特效和开篇 非常有创意义的各个年代的电视秀 比起来比较无聊 剧情方面 是今年MCU剧集的最佳 上海琴 去年我觉得电视剧好的都是悬疑方向的 今年则是红色的 今年的红色有一个通病 就是悬浮 看上去每个人物都非常的立体丰满 但是都刻意的引去了他们身上的缺点 那些缺点在他们做的事情的面前 都显得非常的微不足道 每个人都镀上了一层金光 山海琴是今年的几部里光芒最小 所以能在我这里拿到年度最佳 我严重怀疑 种菜是刻在了中国人DNA里的东西 我看他们种蘑菇种的好快乐呀 令我不满的是 这部剧最后塞进来的水花和完美的大结局 整个故事在后期仿佛开了加速节 大家都发家致富有了好的结局 我会觉得有一点奇怪 我们都知道生活是不可能什么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 它结局是悬浮的 和前期落地的苦难是相矛盾的 我倒是觉得到搬家那里戛然而止就可以了 山河令 这部也不方便多说 这里不谈演员 经军国主义的都该死 小说是高中或者是大一看的 剧情也忘得差不多了 只记得我站错了CP 电视剧前期还可以 后期逐渐拉垮 温克行长得是很不错的 但是周子舒我真的觉得不帅 比如说我马后跑 我看的时候就跟二将说黑皮的时候能看 因为接见的姿势是有点像梁朝伟的 但是白皮就不行了 脸上不规整的人不大适合演古装 亏我还付了三块钱 看了个不知道什么的结局 心疼我那三块钱 买个放兵多好 电视剧的观感其实还好 主要是温克行的人设比较戳我 我就喜欢强大的傲娇 电视剧也很还原我看小说时候脑补的温克行 其他没什么好说的 作为一个剪片时候的BGM还是可以的 觉醒年代 我喜欢这部电视剧 但看的时候并没有像追山海情一样 非常渴望知道结局的情绪 它聚焦在那个年代最闪耀的人物身上 却依然没有能够浮去人物身上的光芒 而让他们完全的落地 开播的时候吹的最多的就是电影质感 我非常欣赏 觉醒年代剧组的美术 每个布置都非常的有自己的作用 指尖上的蚂蚁像是蝼蚁一般生存的百姓 但真的好刻意 什么时候需要特写 特写是什么 什么时候需要慢镜头 慢镜头是什么 每一部都在我的预料之内 这就让我大大的失去了观影的乐趣 包括配乐也是 这里要讲人物的插科打混 我这里就提前给你配上一段宽快的调子 有人要死了 我提前插入一点悲壮的曲子 他在用音乐操控观众的情绪 这可能是如今电视剧的通病 就我目前的观感来说 音乐更多的是用来烘托气氛 渲染情绪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喧兵夺主的 去直接告诉你 我接下来要怎么怎么样了 知名女人 这部和洛琪是同时期的 我也是追着看完的 但没有像看第一部时候的那种惊奇欣喜 烂是肯定不烂的 烂尾也不能说是烂尾 它就是单纯的 我不知道怎么编下去了 就结束吧 这样的仓促感 不过这部的想法真的是太好了 第一部知名女人 意在外界是如何逼着女人成为了杀手 而这部则意在女人如何成为杀手 爽剧还是爽的 但比起第一部就没那么爽了 洛琪 我汪达幻视是后补着看完结局的 洛琪基本上是追完的 看完这部在做复盘的时候 我感觉我看了个寂寞 它就像是一个 MCU下个阶段的超长预告片 讲了 又没讲 唯一的看点就可能是洛琪的水仙吧 微基百科真的是戳中了我的猛点 长得又好看 MCU包括迪士尼整个 就是一个审美降级 别说什么多元化 就是为了迎合正直交往过正的 一个审美降级 什么降级 是大跳水 不过这部的选角是真的好看 人好看了 画面就养眼了 就看得舒心了 看剧马就是图一乐 不过这部剧的打戏 真的是太垃圾了 如果不刻CP 不是MCU的死忠粉 这部洛琪 其实没有看的必要 我的巴比伦猎人 我12岁写的文 要是能播出来 那就是全品的马才可 这部剧称不上是优秀 只能说他把100块 花出了101块的效果 前期扣着沙雕和尴尬 转足了眼球 我也是因为这个去的 大概第十集开始 故事就逐渐拉垮 断水流那部分 看得我很不舒服 好在后续的故事发展 又拉回了好感度 尤其是最后女主 和12岁的自己 见面讲的那段话 我特别的感动 过去的我 就是现在的我的一部分 过去的点点滴滴的碎片 组成了如今的我 可是我现在 不是很能够 接受过去的我自己 我拒绝回忆过去 因为我没有女主 那么强大 所以这部剧 他对我的鼓励 其实是要大于 作品本身的内容的 他很治愈 不过这部被津津乐道的 学习的古巴比伦 说实话很拉垮 演员的语音语调 和真实的语言 应该是差很多的 我是觉得很生疏 像极了突击学习 一门语言的样子 不如不要 练音语东宾 没看完因为无聊 没记错是看了两到三集 因为觉得这部剧 他一直都在消费美对 背后的阴谋什么的 伏笔也没有汪达幻世 那么抓人 整个画风走的还比较廉价 但打戏确实是还可以的 比起洛基要好很多 唯一的看点 可能就是折磨了吧 不过因为没有看完嘛 也不知道后期 有没有崩吧 功勋 看了一集没看下去 还是那个原因 悬浮 我在健身房 跟大妈们看的是 周迅的那一部分 我觉得观感还好 我才去看的这部电视剧 但看的第一集 讲的是能文能物理延年 开篇的一场枪毙逃兵的戏 就把我劝退了 感觉他又回到了 建国大业那种电影的水准 感觉我们都默认了 知道了这些功勋的事迹 他并没有能从一个细小的东西入手 而是直接开始讲他们身上的光芒 多插一句吧 长青湖的登顶 其实我是挺不舒服的 他贩卖的是题材 而不是电影 战狼 你好李欢英 哪吒 流浪地球 但从电影的完成度来说 我觉得都是要高于长青湖的 长青湖能登顶 题材是占了很重要的原因的 这部功勋 比起前面说的 沙海情 觉醒年代都端着了 可能也是因为我只看了第一集的缘故吧 不过我是不认可 熬过多少集就好看了的这种画的 电视剧说白了 你就是一个娱乐产物 我看你要用熬的 我见不见呢 大家好这里又是后期的青小将 我觉得这部剧可能是要封篇章的 我估计有空会挑着篇章把它看了 翻剧 动物狂想曲第二季 结局太拉胯了 雷格西你吃了路易的脚是怎么回事啊 我知道这是漫画的剧情 但漫画前后是有逐渐铺垫的过程的 雷格西吃路易的腿是唯一的选择 而到了动画里太快了 后期就跟开了火车一样嗖的一声就过去了 快老雷格西的毛都是忽然有了的 虽然漫画里也是忽然有了的吧 但这种割裂感真的是太强了 翻剧你就不知道做一点点改变吗 唉 但是OP是真的好听 估计会成为我的年度榜单 无线滑板 大和内加双男主 被鲁鲁羞伤的很深的我 决定不再相信他 但看到内海加运动 说实话我还是有一点期待的 free嘛 然后看完呢 觉得还行 兰卡和利这对双男主 我印象不深了 乔因这对父母爱情 是我现在都在嗑的 谁能拒绝藏傲的爱呢 最后艾伯们和钟 这看上去完全就是大和内喜欢的那一套古早CP嘛 其实艾伯们到后期已经影响到我的观感了 我只想看他蹲橘子 这部翻追着看是能看的 但一口气看我觉得可能不大行 因为追翻嘛 一周前的内容其实忘的也差不多了 本周能让我爽到就行 无线滑板他做到了 缺点也是有的 就明显能感觉到几个主角的画风不在一起 兰丽是校园青春 乔因是父母爱情伴随 钟爱就是古早丹美 优国的莫里亚蒂下篇 不只是下篇 整个优国的莫里亚蒂都是一部很可惜的作品 包括漫画 前期翻剧给我的印象是 他要从莫里亚蒂的角度去接案子 没想到后期又变成了在讲福尔摩斯的老案子 老案子就老案子吧 能从莫里亚蒂视角讲也是可以的 但他和福尔摩斯视角的又大差不差 前期对于三兄弟的塑造真的蛮抓人的 莫里亚蒂打倒贵族的想法是具有一定的时代前瞻性的 只不过后期他把这种抱负变成了一种口号 不断的在洗脑式的重复 莫里亚蒂内部团队的互动感 尤其是艾琳艾德勒感名为詹姆斯邦德 就很雷人 但我是真的喜欢上校 另外浮沫这对双top的对抗性也没有很明显 主要是团队人数实力相差太明显了 整篇看下来包括漫画 我感觉他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重点是在双top还是三兄弟之间的羁绊 他没有搞清楚 一般吧喜欢课CP的可以看 这部番剧的OPED都非常不错 只能说他很可惜 时光代理人 我是等完结了一口气看完的 因我不相信会梦 其实但凡涉及到时间穿越的题材 多多少少是会存在bug的 我更加偏向于把设定当作是基础世界观 不去做太多的纠结 时光代理人他更多的是讲感情 不是时间穿越 穿越的悬疑感 只是辅助情感表达 我非常喜欢讲温川地震的那几集 在那之前都是治愈系的小故事 当我看到第五集的时候 也以为是弥补遗憾的小故事 没想到他一下就上升到了生死的高度 还讲的是温川地震 温川地震那会儿我应该是小学 也不是经历者 对于那场灾难影响并没有那么的深刻 不过生理死别的情感是人类共通的 再加上家里有长辈去世 有那种为什么我上周饭晚没有回去 看看他们的这种遗憾 现在想想都还蛮痛苦的 不过啦这部番剧也是有缺点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穿越到照片的设定 它的整个氛围感不是很真实 就没有那种示警器 对比同类型的像是玉斗空间啊 这种还是存在一定距离的 但在我心里 它应该是今年番剧的top one 集主夫道 这个没啥好说的就是搞笑番吧 我甚至觉得是个动态漫画 反正蛮有意思的下饭番 工作细胞第二季工作细胞block 呃没追完 我觉得没有第一季好看 说不上来为啥 然后剧场版也因为番剧没看就没去看 国王的排名还没完结 前几期的观感是不错的 波及和荷包团之间的关系也是蛮臭我的审美的 但八九集它俩都没怎么出现 我感觉开始逐渐挖胯了 感觉是个坑 大家谨慎追啊 啾啾石之海 我不是啾啾的粉丝看这部之前呢 我在二将的安利下也尝试着去看过啾啾 但就是喜欢不起来 这部我想去看呢 就是因为我喜欢徐伦这款的女主 然后前半部分还是越狱的剧情 那种追求自由的剧情 我是没有拒绝的理由的 但有一说一 啾啾是存在审美隔离的 我就除了石之海 其他的都不是特别喜欢 其实很多人看啾啾这种红篇巨制 多少会有点心理负担 觉得故事情节庞大啊什么的 但就我石之海看下来 在没有原作和前作的基础上 理解起来也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这是一部有着独立人格的番剧 能看 综艺纪录片 放在一起讲呢 主要就是因为 我要么没看完 要么他没完间 披荆斩棘的哥哥 看这部完全是因为 想看看后期有多惨 最后没看完也是因为无聊吧 我唯一的印象就是张琪那组的悟空 感觉综艺真的不大适合我 人生一串第三季 挺好看的 感觉远比第二季好看 吃饭的时候会追 但其实我对串儿的喜爱度 不是特别高 下半季录片 确实蛮下饭的就对了 好了本期就先到这里 接下来将会是 电影的年度盘点了 好的我是青小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感谢观看